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巴马监控改革 缩权但不停止 美零售业一遭俄黑客攻击 加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干旱状态 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17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在斯诺登爆料美国监控行为引爆纷扰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7号宣布美国监控项目的改革 其中包括加强监督与缩小美国国安局的权限 并宣布美国将不再监控盟国的领导人等 但奥巴马也痛批斯诺登泄密的行为 并强调改革不代表美国将停止在全球的监控行为 在四十分钟的讲话当中 奥巴马反复强调美国监控行动的重要性 既维护了美国国安 也保护了美国的盟友 但是他坦承监控行动也造成了问题 所以他计划终止美国国安局大规模储存 美国民众电话记录的行为 而另一方面奥巴马也宣布了 美国将会停止监控盟国的领导人 奥巴马并且表示将会指派高阶官员 专门处理关于外交上的监控问题 但是奥巴马强调 有些国家在批评美国监控行为之际 却加大对美国的监控项目 所以美国不会单方面的放弃监控 另一方面奥巴马也借机 指名道姓的对斯诺登的泄密行为 发出抨击 表示这样的行为不会带来更多的帮助 只会造成更多的争论 并且影响到美国情报收集行动 奥巴马表明美国不会因为自己的监控能力 比其他国家还要优越而做出道歉 但是由于美国的监控能力优越 才更要问自己什么是美国该做的行为 而不是什么是美国能做的行为 这样才能够得到全球的信任以及合作 凤豪卫视长进王涛峰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第二大零售商Target 去年底是遭到了黑客的攻击 美国国土安全局近日就进一步发出警告 指这可能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国际黑客攻击行动 有报告更指出事件与俄国黑客有关 美国国土安全局在16日向多家零售商发出警告表示 去年底的节日购物机期间 美国第二大零售连锁店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成为黑客攻击目标 高达1.1亿信用卡和客户资料被窃取事件 可能是一个锁定更多零售商的国际黑客攻击活动 规模及复杂程度都是前所未见 根据这份网络安全公司和美国联邦政府合作调查并发布的报告指出 这起攻击活动 借由感染百货公司的管理系统 窃取了4000万个信用卡账户和7000万客户的个人信息 这个恶意软体可能也攻击了其他零售业的管理系统 美国零售业经由这种管理系统处理的金额 每年超过3.3万亿美元 报告并未说明 恶意软件是如何入侵Target百货公司的网络 但指出这个软件能躲藏在管理系统内 复制消费者的刷卡资料 报告指出 这个恶意软件从去年春天就在网络黑市流传 部分编码是由俄罗斯黑客所编写 有美国前官员表示 从细节来看 这个涉及多个黑客组织的攻击事件 可能与俄罗斯境内的组织犯罪有关 凤凰卫视 李卓军赖大力 华盛顿报道 另外面临加州百年最干旱的一年 加州州长布朗17号正式宣布 加州进入紧急干旱状态 布朗并呼吁全体民众至少要减少20%的用水量 加州州长布朗17号在记者会上呼吁 所有民众应血减至少20%的用水量 布朗透过图表以及照片展示出 加州贫乏的降雨量以及饥雪量 而有多数的美国媒体指出 加州已经连续第三年面临干旱情况 由数据显示有90%的区域面临严重干旱 加州并遭遇百年来最干旱的一年 布朗上周连续两天到部分农业区域视察干旱情况 在每个视察区域农民都提出水源短缺的情况 其实早在1970年底 布朗时任州长也曾遇上加州严重干旱 当时他下令民众减少用水25% 此外联邦政府16号也宣布 美西河中部的11个州份一些干旱线份进入紧急状态 农民可向农业部申请低息贷款 凤卫市饶翔伊李战青加州报道 另外在旧金山举办的第32届摩根大通年度科技健保高峰会中 有多位香港科技园内的深化科技界基因获邀 参与了这次聚集全球13000多人的盛会 香港科技园主席普鲁奇以及行众总裁马锦兴 带领园区内的两家生物科技公司 理事大药厂有限公司及康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了一连四天在旧金山举行的科技健保高峰会 在香港驻旧金山经贸处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中 普鲁奇表示 这次盛会全球获邀出席的只有400家商企 香港两间生物科技公司位列其中意义非凡 这是我们的参加机会 来到达职业部份科技公司 来到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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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 华裔是肝炎及肝癌患病率最高的族群之一 目前市场上治疗肝炎的药物很多 但却没有专制肝癌的药物 而香港医生研制的抗肝癌药 已经进入临床阶段 未来如能顺利推出 将成为全球第一种用来治疗肝癌的药物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胃疾病 因为我们有很多胃疾病 马锦兴就指出 旧金山湾区从事制药或生物科研的多是华裔 希望透过两地交流 吸引更多华裔精英回流香港 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冯航卫视刘海平李托夫 蔡宇旧金山报导 我们来关心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哦 好迷人的风景 好欢快的节奏 好美妙的感受 好惬意的体验 好别样的风情 聪明的工程师 聪明的家长 加上错误的信息和误导 您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多数家长申请大学助学金最致命的错误 受到某些所谓专业人士的误导而不去申请 认为只有低收入的家庭才能申请 没有认真准备就匆忙填表 聪明的工程师 聪明的家长 加上正确的信息和专家的指导 您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想得到正确的信息和指导 请参加Michael Chen大学助学金讲座 华首创过万尺水利方水疗会所 融合桑拿按摩足疗美容休闲于一体 应设搏击训练 电话604-276-2778 地址4411-Richmond3号路 大胆创新 走自己的路 全新Nissan Road 群星奇聚 视觉盛宴 中国摇滚天王汪峰领衔 著名主持人吴大为家盟 总导演张乔敏及加拿大艺术家 鼎力奉献福满温城 2014大温马年春晚 2月2日相聚澳分大纪院 购票热线604-284-5238 由加拿大顶级地产开发商 West Bank西岸之业钻石赞助 美亚报关 恭贺 马年行大运 Nissan 今日新 明日新 为所有而创新 感谢回来 加拿大联邦政府本周宣布 特别针对包括中国在内 六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 留学生国际教育策略 预计在八年内将 加拿大大学国际留学生人数 翻一番达到45万人 这项明媒利用我们的知识优势 以推动创新和繁荣的国际教育策略 由加拿大联邦国际贸易 和亚太门户部长法斯特颁布 他表示 希望借此提高本国高等教育 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方法之一 就是在2022年前 吸引中国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北非 中东和越南等地 超过45万名国际学生 来加拿大留学 接下来两年 联邦将会拨款1300万加币 帮助加拿大和包括中国在内的 其他国家学生 到彼此的国家进行交流学习 参与项目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招生部主任 埃伦·安德森回应 正和中方探讨 制定最新的招生计划 目前三分之二的国际学生 集中在安大略省和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高等院校 专门从事中家学生交流互访的 业者张健表示 该计划会为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签证申请 以及学生咨询等方面 带来更方便的服务 这个经费能够增加 加拿大高等教育 在中国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力 那么我倒是希望 这个费用能够落到 真正的留学生身上 而不是说消耗在中间环节里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目前本国全日制本科学生的 平均学费是五千七百七十二元 国际学生的平均学费 是本国学生的三到四倍 富含短期金秀生 加拿大2010年 大约有26万5千名国际学生 其中超过8万来自中国 富豪卫视 祖克勤 武警 温哥华报导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参议院16日投票表决通过 一项1.1万亿美元的预算法案 避免了美国联邦政府 18日可能发生的再次关门 昨日 参议院以72票支持 2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1.1万亿开支预算法案 这个开支预算法案 将确保为包括军事和国家公园 在内的政府项目拨款 日本财政年度的9月30日 据悉 此法案随后将交给奥巴马总统签署 预计奥巴马会很快签署该法案 谷歌宣布已经开展了一个开发智能型隐形眼镜的计划 这个计划中的隐形眼镜是为了方便糖尿病人 监察他们的病情而设 谷歌指出这片智能型隐形眼镜的两层之间 有一个极致细小的芯片 传感器和天线 习懂得收集跟着泪水一起流出来的葡萄糖 这样不但可以方便病人自行检查 更可以避免他们因为麻烦而减少自我检查的次数 同时他们一正在研究为装置加一个小的LED灯 当血糖过高或过低时都可以做警告之用 谷歌目前正在寻找有能力将这类产品商业化的伙伴 而且也开始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讨论 这样的产品能不能通过相关的医疗条例 美国底特律周四发生强击惨案 受害者和持枪人都是四岁的儿童 而且是亲戚关系 底特律警方表示 两名四岁小孩周四下午到祖父母家玩耍 四岁女童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支子弹上膛 没有上锁的步枪 指向在一旁玩耍的同为四岁的男性表情 并意外扣动板机打中对方胸口 男童被送往医院后死亡 事发当时有成年人在现场 警方扣留两人进行调查 并形容事件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悲剧 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纷纷表示 国内消费者接待已接近最大限值 今年银行接待业务增长很有可能放缓 黄银执行长尼克森近日在银行业大会上表示 在纯消费者接待方面 黄银今年增长可能会低于前几年 预计只有5%到6%的增长 远远低于前几年的两位数增长 据加拿大统计局上月数据显示 去年第三季度国内家庭债务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在微升0.6% 达到163.7% 即年正每一加元可支配收入 就对应近1.64加元的债务 富翁卫视综合报导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三天的短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银行要加强流动性以及资产负债管理 人民银行举行货币信贷工作会议 指出一月份以来在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应较为宽裕 商业银行追求早投放早收益等影响下 贷款增长较快 会议表示春节临近现金需求将显著增加 货币信贷部门要及时提示风险 引导金融机构 加强流动性及资产负债管理 合理安排信贷投放节奏 防止资产过快的扩张 针对禽流感风险 香港从下周五开始向内地共港活机进行血清测试 香港将会在内地注册的共港加禽养殖场 文景度动物检查站 以及香港本地的农场展开H7禽流感血清测试 如果首次测试呈阳性 会及时在同一批次中再抽120个样本 交给渔户署附检 如果仍然呈阳性就会销毁整批活情 并关闭长沙湾加禽市场21天 全港也会停售活机三个星期 台北市立动物园纪念建元100周年 每个月都会规划活动配合马年 17号率先公开马年特展讯息 将会和熊猫宝宝园仔一同为动物园祝寿 熊猫馆不断涌入人潮 虽然是非假日 但碰上多个学校校外教学 一早就涌入了近千人 熊猫宝宝园仔亮相近两周 美丽不减 来看园仔 每个人平均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但很多的民众为了多看一眼 甚至爬到二楼坡道苦苦等待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年建元百年 规划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首播园仔亮相 每天为园方带来多两成的游客 台北市立动物园发言人张明雄 表示建元百年 我们希望的是金马奔腾 大家都心想事成 陆陆续续会按照不同的时节 推出系列的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南家最大的豪华家具公司 Mark Prettymore Designs 具有古典贵族品味 52000尺展示厅 有世界最好的家具 周年庆之1月31日大优待 买第二个灯饰只有一元 Mark Prettymore Designs为客户量身打造 并定制家庭电影院 免费道服上做最完美的室内设计 地址在Cosmesa 3089 Bristol Street 电话714-540-6272 大胆创行 走自己的路 全新Nissan Road 哎哟 皱纹 妈妈 吃这个 皱纹就没有了 Elastic美人 你妈去哪了 不就在这吗 美得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每看Elastic美人 什么也骗不过她的眼睛 寻找名品的目光 若不是尖端产品 绝不选择 容不下半点虚假 眼光挑剔的她 最终的选择 Validate 7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福特C-MAX Energy 惊奇登场 环保署预估市区油耗 108MPG 享受插电Hybrid 与行驶共乘车道的双重便利 福特C-MAX Energy 带您实现梦想的座驾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Four Go Further 加拿大百年历史名牌皮草 Purpose First 宪政继续举行 容修节夜大清销 超过160万元名贵皮草 有俄罗斯紫雕 Chinchilla 雕皮长短大衣 不计成本一键不留 均由一折起发售 数量有限 万物错过 把握医生难逢机会 史无前例 预购从速 节日将到 快点来温哥华449 Hamilton街 Purpose First 挑几件既名贵又超值的皮草 所有货品一律免税 查询604 681 639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盖博旗舰点 美亚报关 恭贺 马年行大运 感谢回来 另外在财经方面 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 消费者信心数据差过预期 加上大企业如英特尔快递巨头UPS的业绩位如理想 大市在高开之后反复 道指得到了信用卡内份支持造好 纳指及标普就小幅下跌作收 按全新积极 道指及纳指都上升 标普就下跌 美国股市周五全日维持窄幅震荡格局 主要股指涨跌不一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41.55点 作收 但标普和纳指表现令人失望 标普下跌0.4% 纳指下跌0.5% 今年出台的经济数据 房屋开建好于预期 工业产出增长符合预期 但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80.4 远低于预期 给市场带来负面情绪 不过市场今天主要还是受企业盈利不佳消息拖累 全球最大包裹运送公司UPS下调 2013年的业绩预期 股价下挫 晶片商英特尔虽宣布盈利攀升 但发布了令人失望的营收指引 今天仍有重要企业财报利好 道指成分股通用电器 盈利表现超过预期 摩根士坦利的净盈利下滑 但美股收益和营收都远好于预期 摩根士坦利周五承诺将上调股东股息 并提高股票回购计划的规模 向投资者返还更多现金 有关计划还必须等待美联储的批准 凤凰威视张世新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杨栅袁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5年中美关系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我想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同美国各界朋友 包括我们华尔华侨共同努力把中美关系搞得更好 著名爱国侨领胡胜 黄敬泉 李扬 马树龙等 在新城团拜会上也纷纷发言 对刘建总领事到任后所做的工作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可以有这个智慧跟我们传统侨团拜年 互动 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彼此的这个沟通 当晚出席新城团拜会的 还有中领馆副总领事扁离心和中领馆各种复制人 以及洛杉矶传统侨车代表数百余人 另外 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展日前在洛杉矶会展中心上隆重开幕 中国参展的东方艺术作品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用艺术图出环保博得了中文观众的一致好评 中国部长开幕当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战车造和中国文化部正文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冯兰 以及洛杉矶各界政要等逆令现场祝贺 并为中国展开幕剪彩 中领馆文化参战车造和在观看中国展的艺术作品后 感慨万分 本次从中国来洛杉矶参展的艺术家大多来自上海 参展的内容涵盖了各个层面 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在洛杉矶艺术博展会的面积 展出的艺术作品中 除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传统西岸油画和大量抽象艺术作品 还有不少彩色桃树等艺术品 高品位的彩桃作品 富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让参观者赞叹不一 反映环保促进人类文明 也是艺术家们的诉求 来自大陆的黄花梨木家具 展现了中国古老文明的历史 也备受瞩目 作为赞助10名中国艺术家 来洛杉矶参展的华裔金融家徐明 他认为 文化是精神的一个表现 这个艺术是精神的一个表现 所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促进人类的互相沟通和理解 促进人类的有爱付诸 建立博爱社区 促进世界大同 徐董事长还表示 艺术是绚丽多彩的 又是沟通的平台 中美艺术家可以通过这一平台 促进交流 共同发展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富豪卫斯网民乱级报道 另外在工商消息方面 中国移动美国有限公司 日前是在盛盖博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隆重退出Jaggo应用程序 让美国用户在节省费用的同时 享受更高品质的通话服务 Jaggo是中国移动美国有限公司 为移动失败如手机和平板电脑 所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 它提供了全球互联网通信服务 是中国移动第一个在北美地区 正式推广了商业化产品 中国移动应用最先进的 全球网络和技术 让用户昂贵的国际长途 和漫游电话的服务成为了过去 帮助科夫实现通信五国界的梦想 让大家的用户有国际漫游的需求 有国际长途电话的需求 提供一个低廉的方便的 高质量的一个通话手段 中国移动国际呢 希望给全球的华人提供一个 便宜易用的一个通信平台 让大家呢 在身在海外 如在家中 总经理罗湘阳还介绍 加工的科夫 除了可以享受低费用的 不大全球通信高质量的通话体验 还可以跟其他加工的好友 免费发送文字信息 共享图片以及语音视频电话 凤凰卫斯网民软机报道 另外拉斯维加斯将从1月31日至2月16日 以喜气样样的捷径布置 传统中式餐饮和活动迎接马年的到来 令拉斯维加斯成为庆祝马年的首选地点 另外长久以来 日产就已设计领先竞争对手 日产汽车的性能创新与科技更出类拔萃 而今日产为了庆祝创业80周年 将在底特律举行的2014北美国际车展中 推出日产轿跑概念车的全世界首度亮相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条工商消息 在San Marino开业的 拥有20多年法律专业经验的贺林华律师 Gary Hollingsworth事务所签一新纸 2596 Mission Street No.205 San Marino, California 91108 贺律师专精复杂国际性商业纠纷 商业地产合约纠纷 包括智慧产权 商标专利 不公平竞争和商业秘密 不管主控或辩护 协调、仲裁、庭审或上诉 积极争取客户利益 感谢客户多年的支持和会顾 我们将继续用最精密的法律理论 和最负责的专业精神继续为你们服务 贺律师时而不华 真正具备法律良知的专业精神 贺林华律师Gary Hollingsworth 凤凰卫视陆锦怡 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 在天气暴红的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美洲华尔街栏目 不要错过 最后再次感谢的关注 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感谢观看